其實過去這幾年,整個行業由實體店為主導 轉到網購為主導的生意 很多客戶越是做網購,成功越大 我覺得這是整個行業的衝擊 如果作為Liver Style,我們這個平台 一定是需要提供Digitalization 才可以迎合這個行業上的變化 對於整個供應鏡來說,我們覺得 可以有很多東西幫助一些開始的品牌 這些品牌其實需要很多資料 通常如果是一個大品牌,成功的機會率會比較大 但一些很有潛質的小品牌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供應鏡的支援,他們出不了 其實我會覺得最重要的是,現在需要有一個很強的Mobility 而這個流動性,由於現在用的電話 對於Security和方便性 網絡的支援都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因為無論做任何批核的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都已經是用手機去做批核 你可以想像過程裏面,如果你這個Security做得不好 背後會有很多牽伸出來的問題 當我們選用了這個網絡的解決之後 我們整個Security和整個系統的維護 由這個Surface Provider去處理 這個令到我們自己內部的IT的資源 讓它們的需求可以得以舒緩 我們考慮這個夥伴的時候 我們覺得它需要有一站式的服務 就是由網絡去到資源 和這個Security 種種它都能夠提供到一個服務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其實HKT除了它現在在公共機器上的支援 做得非常之好之外 其實這次我們其中一個都挺重要的 就是把Microsoft On-Premises的Outlook 和其他的Office轉為O365 轉為O365其實都是一個不容易做的事 因為同事我們公司有關了這麼多年 其實把那些資料由伺服器轉上去Cloud上面 用O365整個產品其實都需要一個挺大的支援 在這次的變動上 其實HKT都幫到我很多手 其實以前我們一直找其他的Surface Provider 我也發覺業務在中國可能OK 但對於我們這些比較國際化的公司 其實我們和外面的溝通很重要 HKT的Premium Internet在這一點上 就做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令到我們在整個溝通裡面 有一個無間的溝通 其實我們這次考慮 雲雲在不同的Surface Provider之中 我們覺得HKT是相對靈活的 它不單止是支援自己的Cloud 它亦支援一個Multi Cloud的解決 我們覺得很好 HKT這次由開始前期我們去計劃這個項目 它提供很多好的意見 亦都提供很多不同的選擇給我們 然後到最後在硬體和軟體上的 都很順利 都很順利 我們來看